身份確認 隨後押送車隊行駛至越港兩地邊界線 廣東警方打開嫌疑人手銬將它本人及被捕時隨身物品 適數移交香港警方 香港警方確認身份後 向嫌疑人宣讀權益再重新購上手銬 交接儀式完成 嫌疑人揭官國涉嫌在今年3月14日 在香港新界大埔雲頭街一間貨幣找換店搶劫 殺死70多歲的店主之後 經深圳潛逃回內地 先後藏身河原和深圳平山等地 香港警方通過兩地通報機制 請求廣東警方協查 6月27日 嫌疑人在深圳落網 2000年以來 廣東警方一共移交了172名香港政犯罪嫌疑人 公安務表示 內地和香港將會進一步完善雙方通報機制 而廣東警方就證告犯罪分子 粵港兩地都不是他們的避風港 港幣電視記者成名在深圳報道